李石年是客家功夫白眉派第六傳弟子 同時是客家功夫文化研究會主席 二十歲時已經拜郭子昌為師 至今已經學習武術超過五十年 現時共有大約二十個學生 跟隨他學習白眉派功夫 清末時是很流行的 每一個客家村 他本身那條村都可以請教頭來教辭的子宅 雖然客家功夫世代相傳至今二屆三百年 但港人對他的認識並不多 學習這門功夫的香港人亦為數不多 究竟這門本土文化在全城上遇到甚麼問題 香港來說實質上很困難 為甚麼呢 第一 你的租金貴 一般人是交不起租金貴 但學生少 有興趣的人也少 為甚麼呢 你現在的人 那時代不同了 我說不要聽 你拿著手機 你都可以玩到成人 何苦要生水生寒去玩功夫呢 就是不能忍受辛苦 要出汗 要出來 雖然李錫煉已位居師傅 但由於本港租金黃貴問題 一直只能以大為美林商場天台作為秀徒的權管 他批評 現時政府的支援 以及市民大眾的接受程度 不足以令他在一個固定的場地 能夠傳承這項功夫文化 所以政府控制得沒有空間給我們發展 所以你現在要申請一個所謂教功夫的空間 是很難的 像現在這樣 你申請一個體育會或社區會堂 他都要簽區議會 但是只可以給你三個月 三個月之後 他為甚麼呢 你很多個團體 幾百個團體在那裡輪 今次到你 下次未必到你 他都是玩甚麼 一個小時 或者兩個小時 基本上沒有人讓你去練 這裏是大為美林村美林商場 李石年會定期在商場三樓天台花園開班授徒 他說選擇晚上教拳 是因為每個徒弟都有正職 所以大多選擇在晚上執教 現職紀律部隊的吳先生是其中一個徒弟 通常每星期到訪一次 他已經學習白眉派功夫接近五年 加上先前曾經學習五年的空手道 前後加起來已經習武接近十年 為甚麼我最後選擇了白眉派 因為本身來說 其實我看到坊間大部分白眉派 都是比較剛硬的 我看到我們的師傅玩得比較鬆柔 在柔中帶剛發過力出來 比起我以前玩的空手道來說 從剛中帶力出來是有點不同 吳先生又表示 在公餘時間學習功夫的主要原因 最大就是因為興趣 被問及將來會怎樣傳承客家功夫 他這樣回答 如果我個人有機會 可以有能力 成為一個傳承者的話 我都會選擇在公餘時間 可能一個星期 抽兩天 去教下一代 或者做一個網站 或者是透過親民戚友 去介紹 或者在武術界裏 去和多些人的聯繫 而令到這個團體的知名性 受高一點 令到他沒有那麼容易失存 但我相信這也是一個難題 因為不僅僅你一家會這樣做 還有很多興趣到其他人 亦會這樣做 這樣行不行 我想都要看天 我到今時今日 我師傅 他臨死之前 跟我們說 他說 最重要 不要讓我的名字 和你的功夫消失 我就為了這句 我就在這裏傳承下去